一期冲击养鸡产 一夜鸡价从端午节一路下跌到9块钱 而且养鸡成本还大增30块 创下历史新高 鸡农感叹每只鸡赔12到15块 还有毛鸡两周后要上市 持续价跌恐造成崩盘 中华民国养鸡协会争取启动产销调节计划 协助鸡农渡过难关 现在是土鸡的 风雨土鸡价格 我们现在是设定产地价到38块钱的时候 之前有先运你一个 这个调节稳定的计划 就有可能会启动这样子 冻存的计划 那我们那个冻存的期间 我们目前要求至少要在一个月以上 养鸡协会秘书长王建培说 尽管六月整体机架上扬 但受双北加勤市场疫情影响 近期土鸡销售供应排成全被打乱了 数十万只土鸡无处去 价格反转逐渐低迷 当北区土鸡价格跌到每台金 平均批发价38块的时候 就会启动收购洞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